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 字幕志愿者 各位给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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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八方 Beit 九ノ 右手 南无阿弥陀佛 三天 六 roots 我请要写了几段 大家手上都有这一章号 首先第一说 为妮婆 为法人 为教团 为常驻 为众生 为他人 出家的目的 本来就是为了休闲 那为什么要休闲 就是为人解脱生死人为之苦 因为凡次众生 要到人为的众生 都有人为之苦 因此必须假借着人生 脱离这个人为之苦 而假借人生脱离人为之苦 以一般来讲 就是要专心修行 成为一个专业的修行人 才比较容易 如果还在社会上 有家庭生活 各自私隆工商交进应酬 那么就比较没有时间跟这个心修 因此要走上解脱之路 往往实现出家赛 那么我们这个法人的出家 不只是能使自己解脱 也能带领大众解脱 因为我们这个法人 就是讲尼土的旧度 就是讲仿生尼土的旧度 如果不是这个法人的话 在末法如昨这个时代 即使在任何法人当中出家 都是不能解脱的 为什么 那个都是自立的 难行道道 我们是修不来 做不来的 那唯有进入法人 是信受尼土的旧度 专身尼土的佛名 运生尼土的进度 将来就能够倒架此案 广度实惯众生 同时在还没有往生之前 也可以将这个法人 弘扬出去 所谓的自信交人性 这不但在这个法人当中出家 是自己解脱 也能让他人解脱 当然 只要是修成进度法人 信受尼土的旧度 不管出家在家 都同样在这一辈子 能够解脱 六大生存的永远 这苦难 也挥避 出家不可 只是说 现出家乡的话 一方面 是过亲近的生活 自在 无爱的生活 一方面 也真正能够专心的 专业的踏上 弘化 部教的成果之道 因为 所谓三宝 就是佛法生 佛法生这三宝推了一宝 整个三宝 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是生宝 出家众生宝 是维持佛法 也就是住持佛法 传承佛法 以佛法自修 也以佛法化人 因此 出家众生宝 之所以称为宝 是因为 它有维持着 佛教存在 佛法不失 的这一种 自然功能 因此 不管生到你 这个 现出家乡 无形中 就超越了 在家众 不是 人文力量的超越 是他的责任 比在家众 还要 所谓众者大任 因此 在我们这个法文当中 能出家 同样能够解脱 但是 又肩负着 维持佛教 佛 弘扬 余所救 佛 余 不失 不断绝 所以 我们这个法门 给出家教 一切都是为了 阿弥陀佛救度 为了这个 进出的法门 所以说 为弥陀 为法门 为教团 为常住 弥陀救度的法门 目前 在我们台湾 所弘扬的 以我们的教团 为主 我们的教团 四月 有北中的 虽然四月不多 但是 至少也有几个 那么我们出家了 一切 为教团 为我们的常住 能够为教团 为常住 就是为弥陀 为法门 因为我们的教团 我们的常住 都是弘扬 弥陀作度 十方众生的 因此 你要为十方众生 为其他的人 这就是讲 以弥陀 为主 弥陀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主人 以法门 为主 我们 现周下下 一切都是 为这个法门 以教团 以常住 为主 凡事 就是顾全大局 为心 成全 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在为众生 为他人 因为 全佛 本来 一方面是为了解脱 一方面为了成佛 成佛 佛心就是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这个佛心的对象 就是 所有众生 以人来讲 就是 其他的人 是第一 第二 团体第一 自己第二 传助第一 自己第二 众生第一 自己第二 他人第一 自己第二 团体第一 应该是教团 教团第一 自己摆在第二位 当自己跟教团 有了 充分的时候 那就是 教团的第一 靠 自己摆在第二位 以教团民主 成全教团 成就教团 甚至 一切都为教团 不顾虑自己的 厉害得失 那是 常住第一 也就是我们 住的寺院 那是我们的常住 常住第一 自己第二 以常住的 这个光荣 以光荣 以常住的发展 为发展 那么不顾自己 甚至可以牺牲自己 一切会常住 众生第一 自己第二 他人第一 自己第二 当自己 以别人 以大众 有了冲突的时候 那就是为大众设想 为他人设想 大众他人 第一 不为自己设想 自己摆在 后面 这 就是佛心 学佛 就是要学佛的心 而佛的心 是以众生为恋 佛的心 是没有自己 如我 所以 我们 不要这样的学习 那所谓学习 是因为 我们还是凡夫 不能像佛一样的 如我 不能像佛一样的 有大慈 大悲 我们不但 不能如我 而且 我无 我直 坚固 我们不但 没有 慈悲 而且心 很硬 很冷 让我们学佛 尤其是出家 就是要学 学佛的慈悲 谁降服自己的 我直 希望自己达到 如我 不过 这当然不可能 但是就是学习 学多少 就成就多少 总比在原地 踏步 还要来得殊胜 第三点 新人生 新生活 新性情 我们 今天早上 突然间 形象 360度 完全的这个转换 是 从此过着新的人生 以前是穿在家户 现在穿出家户 以前是居士 现在是师父 以前是一般的人 现在是三宝之一 所谓三宝 三宝是人天的师范 就用人天的老师 模范 可以说人生 是完全的转变 是新的人生 新生活 以前在家 是过着世俗的 红尘的 交进一种生活 现在的生活 是在三宝之中 在清静人地 过着 出家 清静 练婆 红髮 的这个生活 新性情 以前 是习气很多 污染很深 现在 现在出家户了 信心就一定要改变 一般讲 以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将来种种 譬如今日生 是新的人生 是新的人 那么的情人 是旧的人生 旧的生活 旧的性情 因此 现在的我 必须是 感性 感情 改同 幻念 脱胎 创股 作为一个 巨隔的 生法 所以 从今之后 自己的心性 一定要完全 跟以往 不一样 不一样 并不是 绞柔 造作 固陷 威敌 反而是 刚刚讲的 感性 感情 以前的个性 是很娇暗 现在 你把你 就要改为 很谦卑 以前的个性 很硬 很暗 现在 就要把他改为 很柔和 以前 很固执 现在 你 就要尽量 放下 固执 你就是 现出家下 要尽量 做一个 没有个性的人 你就是 我们中风 俗帝所讲的 谦卑柔和 如果谦卑柔和 你比较能够 对他人 恩慈体贴 所以 除了家 进入了佛男 要把以前 的性情 忽略了 就要把他 完全 放下 把他 改过来 在佛女当中 大家 为了 我们这一个法门 在我们这个 道场当中 出家的出家众 你可以说 大家不很辛苦 为什么 平常 平常要共修 共修下来了 要深入法底 同时 不管 白天夜晚 或晴天雨天 一旦 需要助练 那就放下工作立刻去 助练 可以说 像经典上所讲的 自舍己事 先饮他事 饮他事实 不济实解 终不顾虑 辛苦忧郎 也就是 有个助练 先放下自己的工作 以助练为重 同时 不管是什么时候 白天或夜晚 那不管 在什么心脑 也都不以为苦 有一些意义的 为对方的这个 往生 而助练 可以说是 在我们这个法 出家 很辛苦的 但是最辛苦的 就是常住 的这个住持 或者是当家 他们最辛苦 所谓 当家师 当家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往往 处理 常注重 人事的事情 比 红老不教 比三更半月去助练 还要 劳心劳力 为什么 往往 每一个人来出家 他还带着 以前的习气 进入佛门 因此 十个人 有十一个个性 有十一个习气 传唐有风筝 不能和谐 那最苦最累的 就是住持 当家 他要去调解 因此 你必是要相安 要和谐 要融俏 也就是说 你住家中 住在常住之中 你一个人 他并不是父子无你 有血缘 有亲缘 有这样的亲密 亲爱的这个关系 并没有 跟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个性 来到了这个佛门 但是要体会到 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 就是求紧托 以我们这个法文 来讲 相同的目标 就是自信 交人性 以这个相同的 鬼祖 神器其他不相同的 所谓求懂主义 因此 必须要是至少能够相安 能够相安无事 能够相安彼此不怀劳 这样你更能够一天 过着顺翠的一天 当然能进一步和谐的话 那就更好 再来 估计不能够融洽 那就好上加好 那如果团体在一起 不能融洽 但至少能够和谐 假设不能和谐 但至少能够相安无事 所以佛统制定 尊家人的生活 必须所持六合戬 六种和合而彼此尊重公寂 对方的生活 只是讲这个 要和谐 要和谐 要平等 要一致 要得到和的话 就必须 对方 他人第一 自己第二 要尊重他人 有 是非 纷真 那就 推荐自己 尊重他人 所谓 他人 对自己 错 修行人 一切 都是自己的错 这个就是有了这个境 所以六合境很重要 因为有了六合境 你就能够相安和谐 融洽 有了六合境 至少能够相安无事 留点相体样 相包容 相接纳 有 不一样的观点 或者是第一上的 人事上的冲突 那么 有人要抱起什么态度呢 就是要体谅对方 你可以换位思考 假设我是对方的话 不会怎么样 所以体谅对方 体谅对方的 不足 体谅彼此都是环夫 他现在会这样做 未必是他的本心 是因为他的实气 而且 他现在所做的 我们以 晃节以来 已都已经做过了 而且 比他更严重 就是这样的 来体贴 体谅 对方 所以 要互相 要来体谅对方 同时 要想到 你一个人都有 优点 你一个人也都有缺点 他有缺点 他有缺点 也是难免的 那么 其实 我们的缺点 比人家更多 更深耗 所以 在体谅的同时 并不是自己 站在 高位 来 对待下面的人 而体谅他 不是的 是体谅 彼此体谅 自己也有不足 自己 生生世世以来 也有过快 要 假设 你有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人私物的 种种 负变的 我们将来都会做到 因为这么想 就互相能够体谅 不然 不能够体谅 就会 有争端了 再来相包容 包容对方 接纳对方 不能包容 你就不能接纳 能够包容 也能够接纳 在谎底之中 最重要的 就是 想包容 想接纳 包容对方的不足 包容对方的缺陷 包容对方的种种 怀恼 不去指责 不去计较 不去排挙 能够接纳他 那么我们都是 凡夫 有时候习气 一起来的时候 都忘记了这些道理 但是这些道理 如果 记在脑中 尽量呢 融成自己的骨髓 也发生自己的个性化 这样欲尽逢源 往往 就能够 以真正的这个展现 那假设 不能存在自己的个性 可是这样的道理 也能够理解到 哪儿之中 那么即使 风月预见的当下 行星一起来了 但也能够很快的 仿观制造 而立刻改变过来 我们中工俗帝 有一句话说 学佛大恩心 祢否如果为我 我便祢会者 阿弥陀如果为我呢 阿弥陀体谅我们 不跟我们计较 我们贪嗔痴 夜障甚重 阿弥陀包容我呢 阿弥陀如果不包容我呢 我们租人 那么我们只有 常过三恶道 不可能放兴及乐 因为阿弥陀包容我呢 接纳我呢 将来要接引我 来到极乐世界去 而且预先为我们 建设极乐世界来送离我呢 那么我们就回到分析 阿弥陀体谅我们 我们也体谅别人 阿弥陀包容 接纳我们 我们也包容天安别人 那假设我们不能包容别人 表示我们没有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包容 那么我们不能包容别人的话 言罗王肯定也不会包容我们 接下来第六 不比较 不计较 所以凡事都是一个利害得失 或者是上下到地还愉快这些比较 那因为比较就容易有计较 那一旦有计较的话 种种纷争就会衍生 所以我们尽量不比较 那即使无形中比较了 也不要去计较 尽量把好事干给别人 把坏事自己承担 必须不抱怨 不平平 抱怨可以说是罪恶的极端 往往对一件事情不管轻重 因为抱怨而彼此不满 因为抱怨而彼此怀恨 所以不要抱怨 也不要拼平 发现到对方已过失 那么就私底下善意的 委婉的来提醒对方 第八不猜疑不猜忌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很多所听到的 未必是真实 因此 凡事 就是要理性 要客观 要往重念思维 也要凡事猜疑 疑心 能生暗鬼 如有卑躬雄有 如果猜疑 接着就会猜疑 即会对方 会计较对方 会防患对方 那就不能相安相存 所以不要拆也不要拆尽 第九不争理 不争气 我们说凡事肯吃亏 不计较 往往物质上可以吃亏 可是你在底下 不容易吃亏 然后要争一个底 不要争 为什么 公说共有脸 口说朋友脸 要站在对方的地上 换位思考 让对方占便宜 让对方占便宜 这也是一种流行 一种大的修行 不争理 不争气 你的人要争口气 要争到底 要争取一个 争对的错 如果这样的话呢 也不能相安 所以不要争理 不要争气 一个真正修行人 他呢 是不争理 不争气的 民民队的事情 可是人家误会我们 我们不一定要去辨解 因为往往越辨解 越引起对应 所以你放下这一口气 不去争理 不去争气 意识不情绪 不生气 修行即使就是修心 修心就是修这个情绪 不要有情绪 对对什么样的人 事 对对什么样的 环琐的事情 就能够耐放的 稳穿的 有不起情绪 那么遇到冲突的时候 有不起情绪 不起情绪就不会生气 起了情绪满满接着就生气了 第十一 不对立不树敌 大家相处在一起 都不可以对立 言语上的对立 行为上的对立都不可以 都要肯吃亏 不计较 一旦有对立的话 无形中就树立了一个敌人 那今后怎么能够合合相处呢 那么每一次的剃度都有讲这个开示 因为等一下会把历次的开示给你们 那希望您利用时间多温习 那么在这里所讲的 是互相勉励 互相学习 并不是我讲的人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了 但并不是 往往逢有意境的时候 自己的性格 尽忠 规定或浮现 但因为平常有虚奇这一些道理 所以在浮现的方向 也就比较敏锐的快速的能够观照 使自己立刻改变过来 那么最后呢 还是恭喜新剃度者 希望新剃度者呢 能够发心 为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